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 这一对双胞胎姐妹俩认为 他们俩的灵魂自出生以来就被一分为二 被两个身体所共享 只有其中一个身体死亡了 另外一个人才能正常生活 1993年双胞胎姐妹俩中间的妹妹 因为突发性心肌炎而离世了 而姐姐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 让很多人甚至是医护人员 至今都无法理解 上个世纪60年代 一对年轻的夫妇 格罗利亚·吉本斯和奥布里·吉本斯 带着他们的孩子 从巴巴多斯搬到了英国居住 丈夫奥布里在英国的皇家空军 做机械修理工 妻子则留在家里面 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 做一名全职太太 1963年4月11日 一对双胞胎姐妹降生在了这个家庭里 吉本斯夫妇给姐妹俩取名 名叫朱恩和詹里佛 三年之后吉本斯夫妇又淡再来了一名小女儿 名叫罗希 那朱恩和詹里佛自出生以来呢 两个人就形影不离 非常的有默契 一开始父母觉得也没什么 毕竟是同卵双胞胎嘛 这两个胎儿是由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来的 让人们总感觉他们俩之间有一种什么特殊的纽带关系 然而渐渐的让吉本斯夫妇感到担忧的是 詹里佛和朱恩这姐妹俩 比同龄的孩子们要安静许多 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都不跟外人交流 只跟彼此说话 或者是冲着自己的洋娃娃说话 作为父母甚至都听不懂孩子在咕咕当当说些什么 感觉像是英语 但又不太敢确定 在小姐妹俩八岁的时候 奥布里被调到了英国皇家空军的 齐凡诺空军基地 全家人也一起搬到了德文郡 后来1974年在孩子们11岁的时候 父亲又被调到了彭布罗克郡的空军基地 一家人又转移到了英国威尔士的哈佛福韦斯特生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学校的频繁变化 朱恩和詹里佛姐妹俩更不愿意跟外界交流了 在学校里他们俩以及哥哥大卫是仅有的黑人孩子 因为肤色的问题常常受到同学的歧视和嘲笑 这也使得本来就不怎么爱跟外界交流的两个小女孩 变得越发的孤僻 当时的种族歧视 再加上两个小女孩怪异的行为 让他们遭到了校园霸凌 而且学校的老师也跟家长反映说 这两个小女孩经常用一种奇怪的语言 跟彼此说话 从来都不跟同学们交流 老师甚至不得不提前五分钟 让两个小女孩下课回家 以免他们在路上受到同学们的欺负 然而这两个孩子在学校里 其他方面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他们不会故意惹事 会按时上课 也不会故意跟同学们起争执 因为这两个人完全无视了彼此以外的其他人 有同学喊他们俩名字的话 他们两个完全没有反应 就跟完全没有听到一样 学校里的老师要非常吃力的 才能听得懂这两个小女孩究竟在说些什么 不过其实这样 老师们还是安慰基本私夫妇说 孩子们还小 等他们长大一些 也许情况就会变好了 但是事情呢 只变得越来越糟 这两个小女孩甚至都开始不跟家里人讲话了 与此同时 两个人的行为开始变得惊人的一致 已经超出了双胞胎姐妹俩行为相似的范畴 就比如说两个人在骑小木马的时候 其中一个人从木马上摔下来的话 另外一个人会马上跟着跌下木马 父母开始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又或者是说他们俩之间真的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心灵感应 14岁的时候 基本私夫妇带着两个小女孩去看了心理医生 那当时呢 心理医生诊断他们俩为选择性肩默症 这种病呢实际上是一种社交焦虑症 就是说患者他其实是有说话的能力的 但是在某种特定的场合里 他们就是不愿意选择说话 他属于一种较为罕见的儿童心理失调 患者的其他行为以及学习能力都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 表面上看起来患上选择性肩默症的孩子们 跟极度害羞的孩子很像 但是极度害羞的人可能在公共场合里面不愿意讲话 但是回到家里还是愿意和家人交流的 而有选择性肩默症的孩子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好转 所以在病症一开始被发现的初期集中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时心理医生给出的建议就是将两个小女孩分开 分别让他们就读于不同的学校 以此来迫使他们和外人交流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尝试是无效的 两个人分开之后变得更加的孤僻 甚至整整一天一句话都不说 有一次去接种疫苗 医生分别先奥给两个孩子接种 但是他发现朱恩和珍利弗都不会讲话了 怎么问他们他们都不愿意开口 那吉本斯福墨就很担心长此以往 这两个孩子就会彻底失去语言能力 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两个人重新又放在同一所学校里 那这次呢 吉本斯福墨将两个孩子送到了特殊儿童的教育机构 在那里的老师更懂得如何去照顾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 也是在那里老师明白了 朱恩和珍利弗两个人根本就没有发明一种特殊的语言 他们俩讲的就是英语 只不过他们俩讲英语的时候夹杂这种浓烈的地方口音 中间呢还参加一些巴巴多斯的狄语 再加上一些咕咕当当的声音 两人说话又很快 才导致外人无法理解 那从学校放学回家之后呢 朱恩和珍利弗姐妹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去玩洋娃娃 当时姐妹俩和他们的妹妹罗西共用一个房间 罗西说她这两个姐姐对洋娃娃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后来妹妹罗西呢有了自己的房间 自从分房之后呢 朱恩和珍利弗姐妹俩就再也没有跟他们的妹妹讲过一句话 甚至连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饭端回自己的房间 偷偷的去吃 如果晚上他们在几点想看什么电视节目的话 他们会在客厅里给妈妈留下来一张字条 写道妈妈我在几点的时候想看什么节目 到了时间点母亲把节目调出来 两个小女儿会搬着小板凳 坐在客厅的走廊里面偷偷的观看 然而如果你以为朱恩和珍利弗如此的形影不离 行动一致完全是出于对彼此的爱 那你就错了 心理学家认为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更像是一种爱恨交织的相互控制的关系 珍利弗曾经在自己的日志中这样写过 在彼此眼中我们已经成为了致命的敌人 我们感到致命的射线从我们体内释放出来 刺动着彼此的皮肤 我对自己说我能摆脱我自己的影子吗 不可能还是不可能 没有了我的影子我会死吗 没有了我的影子我会获得重生 自由或者是死亡 在一次事故中 朱恩甚至尝试溺死詹利弗 等他恢复了神志之后 也将这一事实写进了自己的日记当中 姐妹俩也曾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式 与其他人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 然而都是徒劳的 父母甚至还给他们购买过一些 如何与人沟通的课程 但是面对外人 这两个姐妹俩怎么都开不了口 在如此反复挣扎的过程中 两个姐妹俩是身心俱疲的 她们急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 1979年 16岁的朱恩和珍利弗 双双收到了父母送来的生日礼物 两个精装笔记本 从那之后 姐妹俩就迷上了写小说 而且是惊悚小说 她们觉得这是她们唯一的情绪出口 是唯一可以和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 直到1981年 两个姐妹俩的房间里面 已经堆满了各种写满的笔记本 其中内容包括午夜惊悚 奇幻小说 犯罪小说等等 姐妹俩还尝试将文稿寄给出版社 想将小说出版 她们认为自己写的小说 一定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关注 然而等来的只是出版社的退稿 而这一事实呢 对姐妹俩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 与此同时 16、7岁的两个小姑娘 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一对从美国来的双胞胎男孩 男孩们带着朱恩和珍利弗开party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个人紧绷的神经得以舒缓 也开始慢慢的尝试和男孩们交流 然而假期结束之后 两个男孩需要返回自己的国家了 这件事情对朱恩和珍利弗来说 又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姐妹俩之间的关系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妙 一方面两个人相互依赖 另一方面两个人又认定 彼此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绊脚石 父母经常听到两个人在房间中大吵大闹 那随着战争的升级 两个人甚至几次出现 想要杀死对方的念头 珍利弗也曾经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说 有一次拿着收音机的电线 差点勒死朱恩 但是每一次的争吵过后 对彼此的怨恨 还是败给了多年以来的相互依赖 属于他们俩的世界 外人进不来 他们俩也出不去 那小说出版不成功 再加上失恋的痛苦 两个人就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去宣泄自己的情绪 那就是报复社会 1981年10月 姐妹俩放火烧了小镇上的一家商店 朱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放火之后那一夜 他感到无比的畅快 他说难道我就没有资格 表达我的悲痛吗 之后姐妹俩要开始进行 频繁的盗窃 同年10月8日 姐妹俩砸坏了 当地一间技术学院的窗户 当他们闯进学校 准备放火的时候 被当地巡逻的警察 逮了个正着 那警察随后搜索了 姐妹俩的房间 发现了他们的日记本 才确定了原来近期 小镇上出现的一系列 失窃以及放火案件的真凶 就是朱恩和Jennifer 在被拘留期间 姐妹俩一开始 被关在同一个牢房里 但是由于彼此之间的冲突和争执 预警们不得不将他们分开关押 然而分开之后呢 姐妹俩完全无法 正常的行动和生活 没有办法吃饭 没有办法睡觉 甚至都无法正常走路 那最后警方不得不将 两个人又重新关在了一起 在当时姐妹俩表示 对方已经恨之入骨 巴不得对方马上就去死 但是没了对方 又像丢了活一样 在法庭上 朱恩和Jennifer 被判定为反社会人格 当时的法官还认为 他们有一些精神分裂的早期症状 两个人随后被送往 布洛德摩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那里是英国安全等级 最高的精神病医院之一 里面关的都是重度精神病人 其中还包括一些穷凶极恶的 强奸犯和杀人犯 法官和审判人员认为 只有将姐妹俩塞进精神病医院 进行一段时间的改造和治疗 才能让他们恢复正常 但事实证明 这只能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刚刚入院的时候 医生和护士们 对姐妹俩是束手无策的 因为他们对外界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果尝试将他们两个分开的话 他们俩就像发了疯一样 大吼大叫 没有人能听懂 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或者说没有人愿意耐心地 去跟他们沟通 最终院里还是决定将他们分开 关在两个不同的房间 这个时候 医生和护士们 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虽然这两个人 被关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面 但是这两个人 会在相同的时间 两个不同的空间里面 做着相同的动作 我不知道大家 相不相信心灵感应 但是这两个女孩 真的就像知道 彼此在想什么一样 在精神病医院 被关了几年里面 他们俩被允许给彼此写信 也允许给家人写信 同时沉默的姐妹事件 也引起了星期日 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 马乔丽华莱士的注意 马乔丽花了很长的时间 和姐妹俩建立起了一种 互相信任的关系 与此同时 医院也开始给两个女孩 使用镇定剂 和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在药物的作用下 两个女孩开始开口说话了 但是也变得精神恍惚 终日萎靡不振 我一向对精神病医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 我觉得正常人 被关在那里也会发疯的 更何况多年以后 相关的医生说 朱恩和詹里佛 从来就没有真正的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过 不过不管怎么样 女孩们认为 我开口说话了 应该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然而他们还是太天真了 在接下来的一次审判中 法官认为 朱恩和詹里佛的病情 并没有痊愈 他们还需要继续留院治疗 因为在外人看来 这两个女孩的行动 有一些太与众不同了 和别人不一样 就表明你还要继续接受治疗 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审判中 出院的日期 一次又一次的被延迟了 两个人已经被关在 精神病医院里面 整整12年了 就在他们俩还差一个月 就满30岁的时候 两个人被转到了 英国威尔斯的卡斯威尔医院 那里的管理 要比布罗德勃精神病医院 要宽松一些 两个女孩在新医院 终于能喘口气了 可是当记者马乔丽 再次联系上 这对双胞胎的时候 珍妮佛却跟马乔丽说 我马上就要死了 马乔丽笑着说道 你才30岁啊 日子还长着呢 而事实上 珍妮佛和珍妮佛两个人 似乎在心中 定下来一份生死契约 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两个人中间会牺牲掉一个人 以换得另外一个人的正常生活 而活下来的那个人 要将目光投向外部的世界 开始跟别人进行交流 珍妮佛还在写给珍妮的信中说道 我知道我可能很快就会死去 要比你早得多 但是没关系 我只希望留下的你可以幸福 而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让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 珍妮佛来到新医院之后 开始频繁地说自己全身不舒服 浑身疼痛 有时候甚至神志不清 1993年3月9日 不到30岁的珍妮佛 因为急性心肌炎突然离世了 这种病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 最常见的猝死原因之一 在珍妮佛死后 相关人员对他的尸体 进行了仔细的尸检 没有发现任何他杀 自杀或者是服毒的痕迹 珍妮佛就这样 诡异地预测了自己的死亡 而刚刚得知詹妮佛死讯时候的 朱温表情无比的复杂 不停地喃喃自语 说道我 我终于自由了 解放了 詹妮佛为我放弃了他的生命 那天晚上 朱温躺在詹妮佛的床上 整了他的枕头 两眼无神 表情呆滞 整整一晚上都没有合眼 几天之后 朱温真的像之前 他们约定好的那样 将目光投向了外部的世界 慢慢地开始 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了 虽然在那个时候 还是有很多人 听不懂朱温究竟在说什么 随后精神病医院 对朱温进行了 重新的精神评估 认为他正常了许多 几年之后 朱温被诊到为完全康复 他可以独立生活了 在詹妮佛的墓碑上 有一段 朱温写给他的诗 我们曾经是两个 我们又变成一个 我们不再是两个 继续的人生中 只有一个 安息吧 让人觉得背后发凉的一件事 是这首诗 是朱温在詹妮佛死之前 就已经写好了的 如今朱温和詹妮佛 常常被人们称为是沉默的双胞胎 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能够解释 詹妮佛生前两个人奇怪的行为 究竟是怎么回事 以及为什么詹妮佛死后 朱温就立刻恢复了正常 有一些人认为 这两个人的灵魂 真的是自出生以来 就已经一分为二 被两个身体所共用 只有其中一个身体消亡之后 灵魂才能回归本体 让另外一个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当然了 还有一些其他人认为 这两个姐妹俩是受到了什么诅咒 不过不管怎么样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 朱温现在已经完全被周围人所接受 偶尔也会上上节目 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拜拜